歡迎大家來到逢星期五十時直播的動漫廢物 收聽方法你正在做,去我們的Youtube頻道就能聽到 錯過直播的話,去我們的網站 Aservice.org或者去我們的Youtube頻道都有這個重溫 大家好,Sunny 我是Sunny 我是冰姿 孟基 今天要講的題目就是第一之國真人電影版 之前早兩集就講過這個漫漫版 我們今次就講這個電影版 電影版就大和好評 但正式講之前,大家正在聽節目的時候 應該之前有留意我們facebook都看到有個post 今次動輝真是為大家很努力 慕福你 之前就送過一次就是優先祥 今次就有一些換票證就派給大家 當然也是要做一點點的動作 大家如果早兩集見到那個post的話 都應該可能參加了 如果還沒有的話,就可以去找 最後一個小時的時間 兩個小時,12點前 十點開始 最後兩個小時 總之今晚12點前 23點59分 以你回post的時間為準 題目是什麼? 自己去我們的page 在page 在page 在page上看 你要 like我們的page share我們這個post 做地球的post 再答問題 share的時候 記得要設置地球post 還有我們由於大家都明白 這類電影可以維持到三個星期已經很多了 所以我們一截止之後 我們就會馬上選擇 答得最好 的那幾位 五位朋友 其實你們還有一點時間 那五位朋友 每人可以獲得兩張的換票證 是 我到時會聯絡你們 去安排我交收 因為 其實這套戲已經上了 如果太遲跟你交收 我怕你得文無所用 所以都會比較 趕急一點 大家到時可能 遷就一下 互相 如果你覺得到 如果你很有信心 自己是答得最好的 那你就多點留意一下 你的PM那些 是啊 因為上次有人 留了言 接著中了 但他又沒有回覆我 Facebook的Messenger 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很容易就會 missing了 不理了 因為我們不是 如果不是contact的話 他會扔掉你去 其他訊息 但其他訊息 在你的設定 你的私隱設定 是會 如果你不特別教 其他訊息 是有機會沒有Lotus 所以也是這樣 總之 你答了的話 就多多留意自己的Messenger 按下去的Messenger 我們是會通知你的 我們應該都是 這一兩天之內 就會找你 沒錯 所以你們 這兩天 就多點去檢查自己的 信箱 沒有空的話 就找個泰錦同棕 去檢查一下 好 今天 上個星期 我們就說馬馬版 我們今集 就 只說電影版 大家當時也有去看 基本上 但我看到冰芝和 森榮 幾乎 出來之後想解爛 人家的棚 那又不知 那又不知 簡單說一下內容 首先 其實他跟漫畫版的出入 不是很大的 不過就CUT了第二年的故事 第二年班全部CUT了 主要的劇情 都在第一年班 就是他們剛剛入學的時候 然後到尾 就已經直跳去三年級 到他選學生會會獎 那一幕 還有中間也有些小 無論大小的Effect都CUT了 他就入學 跟著可能其實已經是介紹了 東向菊馬和大英蛋的出場 其實已經很快就開學生總會 然後就跳去海帝制 然後就是校園制 然後就已經選學生會長 海帝制 校園制 其實海帝制和校園制 支援是同樣的 所以我沒有留言 所以我記錯了 海帝制就是我擊鼓的那一段 然後就在那邊走那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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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室那一段 然後就選學生會長 其實已經 中間 比起漫畫來講 可能割了一些他們中間角色之間 互動的情節 譬如印效報 這個夏季的集訓營 等等那些東西 他的結尾有少少改動的 但是 這裏待會我們都會看一看的 是 那不如我們就 首先講一些演員先吧 因為 其實這次我們看完之後 雖然剛才曼杰說到 好像我們很不滿那樣 但是 不滿的原因是有的 因為他跟漫畫的出入 是我們覺得 沒有理由沒有了這些劇情 我們有這樣的感覺 應該說在故事的改編上 對於劇情的調動 我們是不滿的 有些鴿貓的 但是相對來說 那些演員其實 是做得很好 其實每一個演員都是 做得非常之好 我覺得是 還有那個相似 特別有幾個相似度 是非常之高的 那說回主角 主角就是 姦田張輝 對啦 很多人就是為了看他而入場 我覺得 姦田張輝 我經常有一種感覺 是他回不了頭 為什麼 他好像越拍越驚訝 開頭都是普通小生 可能有不同的戲路做一下 但是好像越走越偏 就越來越搞笑 那為什麼回不了頭 即是做不回正劇 張家輝開頭是玩GAT 現在是挺正經 現在玩那些東西 你覺得他回不了頭嗎 他就是回不了頭做化過龍 還是回不了頭做化過龍 我很失望的 不知道為什麼 姦田張輝我有這個感覺 他好像回不了頭 或者他喜歡做喜劇 是 是 失望吧 先唱首歌吧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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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歐歐歐 然後阿大英跟他在下面播音樂 你是不是有看過他其他的幾套 其實就是《銀魂》 其實他有之前看過幾套 其實他當然做了很多戲 但近年來我比較有看多一點 就是比較留意到他的演出 分別有《暗殺甲西》的《赤羽葉》 那時候我覺得是很傻的 尤其是因為他們那時候 假髮做得很傻 他的《紅髮》做得很傻 所以就不好看 而且他那時候不是很演出《赤羽葉》的那種高傲 但是窄心人口 但是在《文王》的時候 他就做得好很多 《文王》就是日劇 但是因為很不幸 因為他的對手是一個超強的老氣骨 所以他又比下去 然後就到銀 其實很多人有 何姐做過 何姐可能阿Tim看過 何姐他不是很主角的 他好像是男配 男配一 然後還有 死亡奇色 我都受不了 阿廢仔掉下去 阿廢仔 阿廢仔 阿廢仔掉下去 OK 等等等等 我們等一下要找他 死亡筆記的《蝶戰新世界》 做了《紫苑》 我覺得他由這裡開始就像鞋鞋 他就是他早期拍了很多套《蒙面超人》的聲音演繹 不是 他本身是《蒙面超人》 都是他做的 他做得表的 應該是 其實現在那些 我真的不熟悉日系的 不過我覺得 看來現在的日系的 帥哥、帥女、偶像 都不介意做 這類的角色 那種感覺就是 不是 從來都不介意的 我看回一些很舊的 可能木村 以前很多年前 他都不介意做些搞笑的角色 不過通常都是做些帥哥 搞笑和戒 都有一些形象 就是好像 木村那時候做那一套 他跟阿松子那套叫什麼 《戀愛自己》 不是 《戀愛》那套 Hero 他也是搞笑 但搞笑得來 他還有一個格 是有型的 搞笑和戒 現在那些是 簡直是 拿著鞋底 他拿著鞋面 拿著鞋底 拿著鞋底 拿著你看不到 才是高手 所以他做得很好 我想尤其是他 用很多很誇張的表情 的顏藝 我覺得一流他的顏藝 還有我覺得 他很掌握到 其實我覺得他是越做越好 剛剛開頭做的時候 可能都有一些 就著就著的感覺 在其他作品上 但是我覺得近這一兩年 他開始比較放 特別是在做新白的時候 我覺得他掌握得很好 在做新白的時候 哇哩哇哩 哇哩 然後他在這裡做第一 在過分的認真 還有他那些很緊張的表情 我覺得他這些掌握位 他收放做得很好 我挺欣賞他演技的 其實我覺得第一這個角色 都挺適合他 就是他那種演繹 他那種演繹 就是他不會遷就著 他那些誇張的表情 跟他角色本身的設定 是非常之吻合 因為他其實 我不熟悉 但我自己會覺得 他有點像舞台劇的那種 很誇張的表情 因為第一 是很適合這種方法 但可能其實 放其他劇本去做的時候 可能你會覺得 哇有沒有這麼浮誇 我自己覺得 第一 某程度上都是很適合 去用嘉年張輝那種 演繹的手法去做 反而他令他的對手 就是東鄉菊馬 野村周平 就感覺上 不知是否因為 第一那個表現下的突出 就好像比下去 感覺就沒有那麼出 因為在漫畫上 其實菊馬那個 出力比較的感覺 都是出的 你都會記到的 但電影就變了比較 相對印象深 他沒有漫畫那麼壞 我簡直覺得 阿菊馬在電影的地位 比漫畫更低 是 漫畫他其實都是 契弟那邊的 但他 是會帶到很多麻煩 給第一 但在電影版 基本上第一 只是 打擊是大影彈的 基本上 他其實 阿菊馬在旁邊 真的 扔一下 石仔 對那個大型 是沒有影響的 原本在漫畫版 阿菊馬應該是 整股之霸 那個立體 他不是契弟那邊 但在電影版 就變成契弟那邊 所以我覺得 電影版 某程度上 反而是角色 沒有太多發揮機會 但我覺得 其實演員 已經做得很好 因為其實 尤其是電影的開頭的時候 他出場 是 比大影彈多 比大影彈 所以其實他的表現 他相對再浮誇一點 做得賤賤格格一點的 那種做法 的演繹 其實我覺得 都算是合格的 我想很不幸的是 因為幾個三年 一年級生 或者整件事 因為要給第一大戲 所以會變成劇情 全都落在第一身上 重點也不在於 他跟東鄉的鬥志教 而是他如何 反而跟冰室學長 所以其實冰室學長 是很出的 就是《間公長太郎》 老實說 我覺得 尤其是有霸氣的 當時演的 這個冰室的角色 是有霸氣的 我覺得除了霸氣之外 他有一種妖艷 他做到冰室那種妖艷出來 尤其他的眼睛 還有那種笑 那種陰陰嘴的笑 當然 你說可能是 我覺得陰陰嘴笑 就沒得說了 你說他有妖艷 可能是化妝靠 但他是連笑容 眼神那些交到氣 那些人 這個演員 很擅長金髮的角色 因為根據我 在《北南盡信》 和《維基百科》寫 他做過銀河英雄傳說中 舞台劇的 萊恩哈德 你想像不到 萊恩哈德和《北西洋仔》 是同一個人 想像不到 可能不行 另外 其實剛才 谷馬那個位 我覺得他 我沒有記錯 他慢慢好像沒有 我按壓頭 那個動作 少了 電影有的 一開始出場的時候 有的 在學校門門口 遇到第一的時候 有做這個動作 但是就會做得很難 可能好像告訴你 我有一個標誌 去代表我 最重要是 因為你沒有了下季集訓 那段 他就是因為 被第一用槍射中他的時候 他就不斷捉回自己的額頭 告訴他 我要記住這一槍 我才要復唱 但是你沒有了那段 就不需要有這件事 但是電影也幫他加多了一個特性 其實漫畫都有的 但是我覺得電影再強化了 就是他打勾二四三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這段 很灰 二四三 連冰室走過的感覺 明明是東鄉和第一奶夜 刮完他們兩個之後 走過都要再刮 我覺得 我剛剛前星期三出了一篇文 就是講一些小細節 其實這些細節 因為漫畫沒有的 當然他剪掉了很多 大家都覺得很重要的東西 但是這些小細節 都同時間強化了那套 電影的特色 比如二四三 永遠都是被人刮 下版都要細龜 但是漫畫版的二四三 他不是以被人打來出名 他是蟑螂 他是蟑螂 會倒吊在屋頂收集情報 就是對 蜘蛛俠不行的 就是東鄉谷馬的忠犬 那這些東西 就不是被人打了 蜘蛛又不會收集情報 就是搞事和破壞 他懂得自己 是中二病 就是一個記者 他現在在這套戲裡面 就會變成 明明不關於事 都要刻意刮到他一把 變成出氣袋 一來你會覺得二四三這個角色 你會記住他 他經常被人打 而另外基本上打得他最多的谷馬 你都會突然間會 因為這件事 比較容易記得到谷馬這個角色 好 那我講講另一個角色 其實我很想講神遠光明 志穿淳 志穿淳呢 說真的 他一開始出場的時候 我是不喜歡他的 因為他那種 就是在那種 就是了頭髮 太女性 太女性化 不是說他戴了這個打架法之後 就像盤彩營子 我特別是 就是我整套戲都 總是覺得好像很健康 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現在腦裡面就是盤彩營子 直到我真的看到他 最後他站在國會議事堂前面 看著那裡的時候 我突然間 瞪一瞬間盤彩營子 難怪如此 這麼兩屬後面 今晚盤彩營子 不是 阿志穿淳 因為一開始他做的造型 太女性化了 還有他做不到那種 是第一的智囊 的那種角色 所以其實我是挺不喜歡他的 但是當然 隨著劇情進展 去到後期的時候 他是挽回了一些分數 我都開始慢慢覺得 他都叫做入寶的角色 我自己會有些覺得 其實 至尊醇有一點點 叫做 非戰之罪 因為神光明的角色 其實是挺難演的 你要找一個男人 然後就像光明一樣 在那裡喵 扮貓 在那裡做完 我不想做出來 我怕大家打我 那些奇怪的聲音 幸好你沒有做 我已經倒下了頭 很害怕 準備蠟燭 他做完那些聲音 一個男人做出來 是比較難的 因為你看漫畫 他畫出來 和你不是真的見到一個真人去做 會比較容易接受到 我反而就不是這樣看 其實看回電影 就是你剛才說的 扮Mail那些 那一刻我能夠接受到 我覺得他做出來 你不會覺得那些 蒙館洞氣雞皮想打人 不像你所說的 不是你 幸好你沒有這樣 幸好你沒有這種感覺 我那天坐在你旁邊幾天打架 我只是打架另一邊 不過我不敢 羅夫 我贏 我贏 但我反而不喜歡他的地方 就是 好像剛才三星所說 他出來的整個形象 太過女生 他是很刻意 我現在的感覺 就好像阿第一身邊有一個 只是黏著他的女生 但是漫畫版的光明是一個 你會看到他很知識很豐富 真的幫到手的人 真的可以 腦子很清晰 可以解決問題 但是又會黏著光明 黏著阿第一 但不會是現在電影版的那種 很意偉那種 電影版太過意偉了 我不喜歡 他變成這樣 加強了人妻屬性 但是降低了這個軍師屬性 他不是完全沒有 但是降低了 低得很教訓 因為你的劇情上面 都剪了很多關於 他身為一個軍師 如果是漫畫 他還有一個發明家的作用 他正是作為多啦A夢的存在 現在電影版就沒有了 偷聽器 電影版也是偷聽器 偷聽器 但也沒有說過是他發明的 他擺了那個偷聽器出來 他有的 不過很隱喻 只有一句說話 而且你偷聽器的樣子 就是光明 當然電影版會做一些道具 例如看遠鏡 戴上去 就會轉移出去 但也表達不到 反而他本身的角色特性 對於這個角色來說 這是我覺得有點浪費 對於這個角色來說 另外還有大影彈 《燭內涼真》 《燭內涼真》 我整部電影版最喜歡的是他 反而這樣 我也是 因為他真的能做到那種陽光笑言 很爽朗 還有 雖然看過漫畫 我入場之前也看過漫畫 但我覺得 糟了 《燭內涼真》 《燭內涼真》 他在做大影彈的時候 他的笑容 他的表情 其實他給了我一種感覺 如果你沒看過原作的話 你會想 到底這傢伙是假裝爽朗 還是假裝爽朗 他能做到那種小小的曖昧出來 我自己就這樣看他的笑容 但原著是真爽朗 我反而是因為這一點不喜歡 我覺得他可以再好一點 但我覺得這一點 他做不到電影版那種 做不到漫畫版 是一個完全沒有機心 一個很陽光少年的一個人 他有機心嗎 現在電影版的感覺上 他不是完全沒有機心 你不知道他在想 你是假裝還是不是假裝 有少少這樣的感覺 我完全覺得他幾乎是 100%做回大影彈的 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個人的問題 就是我看漫畫 其實我看頭兩期左右 兩三期的份量 其實我還有些猶豫 到底大影彈是否 最後就會爆出來 原來他就是一個幅刻 我有想過的 但可能過了三四期之後 我就開始沒有了這個印象 而我覺得祝萊梁珍在電影 他開始初段是給了這種感覺 隨著劇情走下去 其實你已經不會有這種想法 因為他已經決定了 要幫芯元學長 所以他都不是機不機心的事情 他決定要反抗那個人 那些稱不上是機心的 因為他已經說了給你聽 他所有事情都很open 所以在開始 他可能還未正式和芯元 確立了他的關係之前 他很BL 之前我覺得 我自己可能我想多了 就是我看漫畫的時候 都會想到底這傢伙是想搞什麼 而電影都給我同一件事 我覺得他做到 但是我就是欣賞周六人 就是因為我已經知道 大影彈是一個怎樣的人 而他的表情都會令到我勾回 咦對呀 我那時候是曾經想過大影彈 可能是腹黑的 講到英元學長 心願益 我覺得是這麼多角色 如果講造型 最像 我想說 這個人已經28歲了 我真的看不出來 遷業彭大 我很抱歉 我知道小儀會聽 所以我一定要幫她說 遷業彭大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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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已經28歲了 那他知道的 28歲都可以帥 很囤難 囤難到完全不像28歲 他那個造型的還原度 在電影上很高 而且他做到心願那種文質的氣氛 他在捉象棋的沉思 你一看漫畫 你一看見心願出場的時候 你會覺得畫面是很安寧的 當然是一個鏡頭的運用 但是遷業彭大是做得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他 雖然他在電影的氣氛不是很多 但是他一出來 你完全覺得 就是那個角色 完全跟漫畫一樣 我整個電影最相似 和漫畫最相似的人 就是他 我也同意 如果沒有其他角色 比較上來說 相似度高 我覺得最高一定是他 可能因為他的電影比較少 沒有什麼機會再去做多些比較 我想有一些原因 因為古屋套院的漫畫 那些角色有些女子戲 是 而遷業彭大那種美 作為一個男人兒那種美 你看到其他都是 有些比較光猛或是光陽的氣息 但是遷業彭大是會比較女子戲 就是弱氣一點 所以他會更加像古屋套院的 那個真人 但是 我也是 雖然我覺得千葉雄大 如果以角色還原來說 是這麼多個主角 還原得最高的那個 但是 如果單論個人喜好 我又大英蛋高一點 祝來良真我又高一點 他相對千葉雄大 是真的少氣氛 沒得比的 因為他剪了二年級 二年級 其實就是當中會長 比較多出來去改價 所以相對電影版 他很少氣氛 還有一個 改了一堆男演員 沒有理由不提一下那個女主 百鳥的美子 永野雅玉 我覺得有點失望 其實是沒有安排那個劇情給他 基本上 他沒有 基本上他完全 我將他跟漫畫版 扯得上關 其實他改了 因為很不幸地 那個 因為那個劇情改了 沒有了大英蛋和第一 去爭美美子的那一段 所以呢 爭女的那個想法 就放了少少下去 第一和東鄉的最尾的場 是 以及 變成了美美子 在整套戲裏面 是沒有 還有他加強了一件事 就是加強了 他那個 攻擊人力 對 那個武力 直接加強了 那在劇情裏面 變成了最後 就是他一下子 踩開門 然後 鼓勵第一 的那個位 但是這段是以前沒有的 就是漫畫沒有的 漫畫沒有的 漫畫沒有的 他 神 神 光明 對 光明 光明 淋了水 他決定 沒有光明 閉關的時候 美美子不是這樣鼓勵他 而我覺得美美子在裡面 其實切了 當然我理解的是那個 蝙蝠問題 但其實切了大英蛋 和第一尊 美美子這一段 我覺得所以電影版出來 第一和大英蛋的那個衝突 少了很多 完全是第一自己 暗咎幻想出來 因為你本身欠美美子 都真的是一個無法否認的 現在就變成避害妄想症 因為大英蛋都真的承認 我真的喜歡美美子 但我又不想出問我和你的友情 所以才搞了一個四人會議出來 但是電影連這一段都沒有的時候 就變成完全是單方面的妄想 我自己覺得這個位置有少少 扣了一點點分 好 主要角色我們應該 都差不多 但是 所以為什麼 導演安排了最後一場 出資金的時候 在這裡被他 扮演唱歌 那段跳舞 因為這個角色或者這個演員 其實是有助力的 對 最後就用了這種方法 做個Credit給他 就是給他一段感的去吸引 賣女 沒錯 但是那段東西 我覺得有點奇怪 我不懂得欣賞 上Credit就無所謂了 因為你不是他的粉絲 他的粉絲 我看的時候 我覺得他有很嚴重地 跟陶瓷的片尾曲 那個強烈感覺好像 哦哦 是 都算了 這些只是拳著頭髮 說回劇情 那我們差不多了 先休息一會 劇情的東西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回個戲 下一節回來再跟大家說 好 待會見